我的月薪底价最低不低于20万 并且是一分钱不可讨论 现在的市场是后浪亏前浪 年轻人的竞争又便宜又好 知道吗 学习能力又强 那你凭什么跟他们竞争呢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要他调心是什么 对 调吗 一分钱都不 在早期求职节目上 曾出现这样一幕 一位中科院博士上台求职 却遭厂商老板戏虐刁难 当博士提出要20万月薪时 厂商老板更是集体翻脸 质问博士这么大把年纪 凭选拨感要这么高的薪资 有的老板甚至放话 他进哪家公司就是害哪家公司 我觉得你会害得这些公司的 我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去说 你怎么知道我不了解 他们不懂 我在美国的25年 职场还20年 怎么可能 我不清楚呢 什么都该怎么做 包括简历 还有职业 怎么可能 我的专业列头给我修改 不是我改的 也根据我的原始资料修改 是这样子 求职者 梁念中 51岁 来自吉林 是中国科学院 95届的化学专业博士 毕业后赴美深造 改学计算机专业 除此之外 他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 曾在美国财富前100公司工作 近20年 但工作之余 他也不曾懈怠 又自学了多个领域知识 我自学了包括经济学 金融学 心理学 医学 还有这些统计学 学历履历 样样满分的他 让主持人突累 也不由吹起了彩虹屁 说怎么梁大哥 就连发型都透露着智慧 学者性 过家了 过家了 我其实是一个智力青少 都很低下的人 但是非常勤奋的人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 就坏得很 面对梁大哥的凡是幽默 厂商老板却表情严肃 一声不答 图类老师或是猜到了这一点 便接着问梁大哥 既然在简历上填的理想职位 是高级战略咨询师 那对资讯方面 还有什么要求 金资 我现在我写的是open 必须要说一个 必须说一个 底薪不低于多少 目前我定的是零 来这儿找工作 居然说自己不要钱 愿意被老板白嫖 这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厂商老板 个个都是老狐狸 自然是不幸有这等好事 关键你不要钱 你可以不负责任 对不对 你说我不要钱 我钱都没有你 我给你出主意 你白赚了还不行呢 在随后的个人采访中 梁大哥也表示 他提出要领底薪 愿意免费打工什么的 确实是故意为之 因为他不想让厂商老板 在没完全了解他之前 就因薪水问题淘汰他 你是我在菲林莫署这六七年来 见过水平最高的人 谢谢 所以你可以定高价 杜老师真太过奖了 真的过奖了 在得到杜总的认可肯定后 咱们梁大哥也不装了 摊牌了 直言自己要月薪不低于20万 并且是以分钱不可讨论 因为他在国外就是这心思待遇 此言一出厂商老板纷纷炸开了锅 是问梁大哥为什么说谎 明明梁大哥在简历上填的 上一份工作的月薪才1.9万美金 国外有个我们签过协议 通常把实际数据不可以告诉 但是这个的话是在国内 既然我们回来了 你在这样的一个舞台 就是要遵守我们这个舞台的规则 我只能给个大概数值 而且好多商业经历我是不能说 一旁的主持人 头来听后也不用内涵 说怎么梁大哥如若真有那么牛皮 为何不见有猎头过来挖你 怎么还会来这儿求职 一个猎头广州的猎头 给我建了一个职位 五轮面是 四轮我全过了 这最后一轮我败下来了 那份工作年薪多少 底薪200万 直海里行的库总听不下去 表示他也有家猎头公司 现在就在招底薪200万的CEO 但他是绝不会招怒梁大哥的 如果是说今天我是你的猎头的话 我告诉你我不会推荐你 原言很简单 沟通太费劲 还未等梁大哥开口争辩 恩都里大米的张总就先一步站出来 指责库总一个做老板的 说话太过了 在他看来 梁大哥是职业素养好 为了遵从保密协议才不谈真实月薪 大家都是混职场的能理解 反倒是库总 明知道人家不方便谈 却非要打破杀地问到底 不说就怪人家沟通太费劲 这显然是在强词夺理 无理取闹 你不要做排系老板好吧 你排什么的盘呢 你要排我吗 我不排你 你说他哪个地方沟通有困难 那我告诉你沟通的困难是在于什么 他作为两百万的人 他的沟通他要直接给我答案 你问了公司他不说 然后你就继续问 就沟通困难 见两位老板为此争执不断 五八通城的段总也来参喝一早 说怎么梁大哥可能没有说的那么牛皮 如若真有真才实学 怎么会尽两份工作都不长久 惠普公司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梁大哥都是没干够两年就泡了 我是跟他签的合同 他们是我的客户 你是个第三方公司 第三方公司我是他 我是乙方他是简方 那你就不是人家的职位的正式员工 我没说是员工 我哪里去了 好家伙又逮得个把柄 厂商老板听到这儿可就笑出了声 吃海里行的库总也是再次挺直腰杆 指责梁大哥为什么胡揍简历 明明不隶属人家公司 却在简历上添人家大鸟 中国的土壤 中国的企业 中国的企业面临的哪些挑战 哪些问题 你根本不了解 你认为你在大公司做过 做过 然后就可以给中国的企业做战略 我觉得你会害得这些公司 对此说法 咱们梁大哥并不买账 在他看来 自己再怎么着 也是在美国待了25年 在职场跌打滚爬混了20年 怎么可能不懂大公司的战略方向 再者 老板质疑的这份简历 也并非是他本人添血 专业列头给我修改 不是我改的 人家根据我的原始 不知道修改成这样子 既然场上气氛有些尴尬 主持人图类便站出来打个原场 问咱们梁大哥除了战略分析 可还有什么别的异想岗位 在得知咱们梁大哥对金融类 公司运营类也比较感兴趣后 便再次试担心地问梁大哥 是否愿意降低月薪 五八同城的段总听后便不由内涵 说他们公司前段时间 也招过玫瑰学子 跟梁大哥所求岗位一样 都是做公司的战略分析 人家不仅年轻又为 最主要是工钱要的低 三到八万人家就满足了 不像梁大哥这么狮子大开口 年轻人的竞争又便宜又好 知道吗 学习能力又强 那你凭什么跟他们竞争呢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要他调心什么 对 调吗 一分钱都不调 好吧 见梁大哥在薪资方面不松口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主持人图类便推流 整让厂商老板做决定 是否要给梁大哥提供岗位 结果不言而喻 厂商老板纷纷灭灯 最终梁大哥被全场灭灯 遗憾离场 在梁大哥离开之前 五八同城的段总 也不忘落井下石 说咱们梁大哥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懂得归零心态 总认为自己的年龄就是资本 殊不知 今时不同往日 这些东西早就不算了什么了 我们这些人最愿意说 我走过的桥比走过路还多 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 所以你听我的 但是时代不同的 我们应该谦虚 包容 学习 重新做自己 好了 废话不多说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啦